瑞瑟湘族群多元百花齐放 相代表陈秀珍在今天的相待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咨询一程中 特别针对了乡公所在推动在地原住民产业 足语语文的附证教育 以及区域性观光交通资源议题咨询 陈秀珍认为乡公所团队还需要在家把劲 相代表陈秀兰紧追着两年前0918强镇 毁损的奇美文物馆灾修进度 相关展览活动也暂时牵引到 武克圆明产业中心后 是否排挤该馆功能与经营管理 要求相公所说明白 那个产业馆能够多多使用 要不然只有一个展览 没有办法多做的应用在我们的产业馆 要不然会觉得很单调 看多办一些延期活动 让那个产业馆能够活络 我们有相关的配合补用的话 我们会在旁边带走 同时在0403大地震冲击花莲观光产业之下 陈秀兰执询指出 观光产业资源丰富多元的瑞瑞乡 市区往返串联社交观光景点的大众交通运输相当欠缺 直询吴万德相关的因应措施 公共交通资源却是前花莲最普遍的 我们没有一化公车 没有台湾好行 没有泰鲁河客运 统联客运 还必须从花莲到公布化车 才能接车到布里 我希望乡长可以反应下 我们热血厢真的需要申请一个交通旅游支援 规划来讲我们热血厢的产业跟光光的部分 在这里我帮乡长说明一下 因为乡长有提一个花莲执行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我们提了一个交通设施的改善 跟警方盛司的基础设施的部分的改善 那这个计划呢 我们目前今年是有自行策道的第二期 那我们预计规划第三期 我们已经把计划呈上去申请 只是说合计没有下来 专责客是主管的代答内容 向代表陈秀兰仍嫌相公所满板拍 还得要再加把劲 以带动市郊部落原民产业 另外陈秀兰也关注咨询朱宇文附赠教育 建议透过雨推人员与部落头目结合推动 并且也要增加乡立图书馆 各类原住民书籍的长书推荐 再者部落社区流浪猫犬 危害部落安全 相到环境景观的维护 期盼乡长吴万德及其公所团队能多用点心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